近期正值櫻花花季 现那颗景点的櫻花都陆续绽放 在三年期内就布满了春寒櫻五色櫻 优质的环境搭配美丽的櫻花 也吸引了许多游客到访 我觉得櫻花真的是开得很茂 那沿着河岸这样走的话 就是沿途欣赏这样 整个沿城一片名言不绝这样 真的是很有它的美感 很有它的特色 那我们也是特地从台北这样开车下来 来赶这个美景这样子 这里的樱花有别于其他区域的樱花 看起来的感觉是特别的不一样 利用假期的时间来这里是非常适合的 三年期为了营造独特的赏樱环境 也特别在园区内打造一条樱花河岸 让民众能够沿着河岸欣赏樱花 而最好的赏樱时间就是228年假 也欢迎民众前来 这边种了樱花的品种要有十几种 最具代表的是我们的粉红春寒樱 另外就是我们的雾色樱 春寒樱它的花期现在正盛开 会维持到三类初 另外三类初之后就是我们的雾色樱 三菱特别营造了樱花河岸 我们的樱花河岸特别有倒影 原区种植的春寒樱目前是溪流了两岸 以及我们的饭店的周遭 先远以后肯定三菱的用心规划 让民众前往旅游四季都能够现场不同景色 也邀请民众趁着即将到来的假期前往赏樱 南投县的三菱西其实一直以来都四季如春 那在每一个季节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花季 而现在在228期间 那正值一个樱花季盛开的一个季节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三菱西 樱花都已经盛开非常的美丽 那在这里如果说在疫情期间 大家担心去许多人多的地方会有风险的话 那其实最好的考虑点 其实是欢迎大家来南投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竹山三菱西一起来赏樱 医长和尚峰也邀请民众 能够趁着假期照访南投旅游 并前往三菱西来欣赏相当别致的樱花景象 相信一定能够留下特别的旅游体验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